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地来解析他 一开始耶稣到了斐里伯的凯撒勒亚 就问他的门徒说 一般人讲人子是谁 人子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摩西亚了 就问说他是谁呢 他们就说 有的说是习者若翰 有的说是厄利亚 有的说是耶勒米亚 或者是其他先知中的一位 那么到底习者若翰 厄利亚 耶勒米亚是什么人 这习者若翰我们知道 上一周的读经里边就读到了 圣母访清的时候 在他的表姐伊萨伯尔的肚子里边的 跳跃的 大耶稣伴岁 是耶稣的表哥的 那就是习者若翰 习者若翰他是非常淳朴的一个人 都在旷野里边生活 吃得简单 穿得简单 后来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他为耶稣受洗 耶稣到约旦河去 是习者若翰为他施洗的 那最后他因为黑洛德不应该取 他的嫂嫂为妻 就是他有一个不合伦理的婚姻 所以他就很正直地提出反驳跟抗议 后来就被吓到监狱里边去 就坐监 那在监狱里边 就是也有一个杀了美的舞蹈 等等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后来被砍了头 所以习者若翰是为了正义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的这样的一位 那这个厄里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 那他也到处去传播 替上主传播他的这个讯息 那也为也治愈了死人复活 也治愈了人等等的 那最后呢 他是用火战车火马车 上主派了火马车来接他到天上去 那这个耶勒米亚也是 也是一个先知 那也是为了直言无讳 所以得罪了很多 受了很多的苦等等的 好 所以呢 那这一般人都以为说 这个人子吗 大概就是习者若翰了 或者是厄里亚了 或者是这个耶勒米亚了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 像他们那样的先知 好 那耶稣就问门徒们了 好 别人是说是等等等 那么你们认为人子是谁 好 你们跟着我那么久了 你们认为人子是谁呢 好 于是西满伯多路 就是耶稣最大那个弟子 他就说了 他说 哦 你是墨西亚 是永生天主之子 伯多路 他是一个打鱼的渔夫 其实也是个大老厨 常常有勇无谋的 可是呢 居然会说出这个话来 所以耶稣的回应就是什么 哦 这个不是你说的 不是血肉的之人 启示你的 而是上主直接启示给你的 所以呢 这个你呢 真的是有福 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然后再说呢 你是伯多 我也就是磐石 我要在你的身上 有如在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势力绝对不能够战胜他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因为耶稣亲自把这个教会 交给了伯多 就是耶稣后来升天以后 伯多就成为了第一任的教宗 那伯多这个名字呢 后来就变成磐石 那这个磐石的意思呢 那耶稣说 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教会 所以在沙土上啦 这个建立教会 风一来雨一来就吹倒了 可是在磐石上建立是非常稳固的 所以一直到今天耶稣创立的这个教会 一直到今天两千多年 我们整个教会的生命没有中断过 好 所以阴间的势力永远不能够战胜他 好 最后的时候就是这幅话里边说的了 他说呢 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你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好 所以这个图是很有名的一幅图 耶稣把一个大的钥匙交给伯多禄 那很多朋友都知道 天主教会里边有一种圣事 叫做和好圣事 以前叫做告解圣事 那根源在哪里呢 很多的学者就说 根源就在这边 给了钥匙 天国的钥匙 只有纯善的人 只有洗净罪恶的人 才能够进天国 污秽的人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呢 如果说 这个干净了 那门是钥匙交给你了 你开了别人不能关 你关了别人不能开 所以你在人间束缚 就是他犯了罪 你这个病气的 或者是说 这个不能够接纳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那你在地上释放 他做了坏事 悔改了 捷径了以后 那么在天国呢 也要被释放 所以呢 我们说伯多禄是 天国的那个掌门人 那为什么有时候会说 一只鸡呢 因为伯多禄自己也犯了 犯了很严重的过错 他有三次不认上主 尤其是在耶稣受难的时候 他为了保自己的命 不许出卖他的老师 说这这这我不认识他 这不是我的老师 所以呢 鸡叫的时候天亮 他说啊 我三次被主 所以那个鸡 常常被拿来 作为一个提醒 犯罪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忏悔 所以这个图里边 很清楚的就是 把耶稣怎么样 把钥匙交给伯多禄 那也提醒 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 我们要常常 保持我们的洁白 将来才能够享有 天国永恒的快乐 各位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也向往天国的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应该怎么样来行 来动 好 亲爱的朋友 我们明天见 光企社需要您的支持 与赞助 可使用邮政划拨汇款 收款户名 财团法人 光企文教视听节目服务社 邮播账号 0003 5511 本节目由光企社 媒体服传 以爱还爱 影音工程计划 赞助播出 2020年 耶稣会是南淮人传 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请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电架02 2771 2136 转200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